各位上社團可以看到我們出的作業是一份 Facebook 掛了 OK 還好 沒有全掛 我們出的這份作業有一個網址 你把它點下去的話 你會發現它跑出我作業的Wikidart的網址 我說請模仿以下網頁中的層次做出可以剖析下列新語法 這個語法跟上一個語法不一樣 這個新語法的剖析器只有兩條規則更簡單 但是它的加減乘除是放在一起的 加減乘除是放在一起的 有瓜號 所以這種規則代表說它一定要加括號 不管譬如說你寫3加5乘8 但是你一定要寫3加括號5乘8 或3加5加8也可以 或3加5減8也可以 但是那個括號一定要括 只要有加減乘除的地方 外面一定要有括號 解決吧 那這種語法呢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舉個例子 例如 OK 我沒有廣播 OK 剛剛都沒有廣播各位看不到吧 好 各位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接下來呢 我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還是叫e-part好了 那你的語法就是你的下法應該是這樣 3加括號5加8 類似像這樣 那如果我今天又要再乘3 我這邊一定要括號 你如果這邊沒有括號的話 它就會顯示 就會錯誤 就會assert就會跑出來 OK 所以這個有點複雜 就是說 我舉的這個例子比較複雜 其實它也可以下很簡單的東西 它也可以下3 這樣子就好 或者是它也可以下3加5 這樣也可以 那你可以下3加5 然後呢 減8 這樣都可以的 只是強制任何一層 只要有運算一定要括號 這個語法大概意思是這樣 好 那各位去試試看 把我們的那個城市 極小火七七的城市 改成這個版本 程式碼應該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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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寫法應該更簡單 你應該是只要刪除一些東西就好 所以應該很簡單 只要刪除一些東西 然後稍微改一下就好 那請各位去試試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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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